我們就說大衛城石鞍,原本的劉沙昂,City of David 就是四面橫山的,所有的山都比它更高 我這裡有一個影片,我在大衛城拍攝的 做一個360度的循環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地景是怎樣 現在我們在大衛城,站在那裏,向著北面看 北面就是聖殿山,金頂清真寺就在這裏後面 金頂清真寺前面就是Alaxamars,另一個清真寺 你見到地理上是比較高一點,比我站的地方比較高一點 現在正在向北面看,如果我繼續向右邊,即是向東移動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我這裡看到的就是橄欖山 所以橄欖山在上面講圖,講到Alaxam避位 很合理,為什麼?因為它對著Alaxam講圖 馬克方第24張,馬克方第13張 是橄欖山,是比我現在站的地方拍攝視頻的地方更高 然後我再向東看的時候 你見到那些山的地景都是比較高一點的 因為你不會看到山背後的東西 山背後的就是礦野,然後到死海 但是在大衛城有山看不到礦野 因為有個山擋著 然後到南邊 大衛城的南邊 下面就有一些考古的法國等等 是屬於耶布斯人的時期 這裏就是我所說的公園和聯合國的總部 聯合國在以色列的總部 就在這裏上面 這裏看過來就是望向下 我們現在站在錄視頻的地方就是望向上 所以南邊也有山風阻礙著 然後我們再往西去看 是不是又高一點 這裏有個天主教教堂 是紀念聖武馬利亞 也有個教堂的鐘塔 這裏所謂耶路撒冷的西山 Western Hill 我們站在這裏就是Eastern Hill 我們回到360度 回回頭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回到北邊 看到嗎 又是回到青春節 所以東南西北 都是有山來環繞著 這裏正是詩篇125篇裏所說的 他說什麼 他說依靠耶穫華的好將石安山 坐穩坐定永不動搖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他就是本地的地理 本地的地理 就是要有東西圍繞著他 你才能夠說到這裏 所以無論誰寫這個 是一個詩篇125篇 一定是很熟悉當地的地理 如果不是就寫不出來 對嗎 眾山怎樣環繞耶路撒 他就看到地理是這樣 然後又從地理來引伸出神學 眾山怎樣環繞耶路撒冷 他就不是停在那裏 耶穫華都好像這樣環繞他的百姓 從今時直到永遠 山是動不了的 大家都知道 甚至現代科技 我們可以爆爛山或者整隧道 我們都知道山是動搖不到的 所以他說在耶路撒冷 在石安山 見到眾山環繞的時候 他就發現 如果我們去依靠耶路撒冷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安穩坐定 這個就是地理可以幫到我們 Exactly 他說的 眾山環繞耶路撒冷 東南西北都是環繞著大衛星 原本的石安 不單止是這樣 他說依靠耶路撒冷的好將石安山 必不動搖 Low it mode 永久安居 眾山怎樣環繞耶路撒冷 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 從今時直到永遠 必不動搖 山當然是不動搖 剛才所說 大家都知道 但這個永不動搖 有多有趣 在舊約裡面 因為在不同的地方 都會形容一些東西動搖 有些什麼會動搖 來看一些例子 以塞亞書40章18節 耶穂華對秘露的神的子民 要帶他們回歸 以塞亞書40章 開始是以塞亞書的下一半 安慰 是要臨到耶路撒冷的神的子民 然後18節的時候 神是多麼偉大的神 神是不能跟偶像假神相比的 他說你們 究竟將誰去給神 用什麼形象與他相交呢 至於偶像,像人去到鑄造他,銀像用金紙包裹他,又為他去到鑄造銀鏈 沒有能力捐獻的人就挑選不易扭壞的木頭,為自己尋找考像 樹立不會賭的 偶像 但誰使他不賭?就是人使他不賭 其實以塞亞就是在取笑,這是文化背景,或是考古背景 取笑甚麼呢?那些偶像,那些假神 他們要放過偶像在他面前參拜他 但怎樣偶像會不跌?就是人使他不賭 使他不動搖,那些偶像才能夠站在那裡 所以是一種恥笑偶像的方法,一種羞恥 你看看他們多麼容易動搖 因為人使他能夠站在那裡,那偶像才能夠站在那裡 如果不是人做的事情,那偶像就會跌 那為甚麼要敬拜他呢? 絕對不能夠跟他,跟真正的創天造地的耶穌華相比 然後四十一章,又繼續說 木匠鼓勵銀匠,用隨紙打光的鼓勵 對漢公這樣說,他說看得好 因為將銀、金、漢的東西上去偶像 用釘子去釘勻,免得他倒下 所以以采亞就是用拜假神弄偶像的工匠去取笑他們 說要很小心看好東西,使偶像不會跌倒 這個就是巴力神像 很小而已,幾吋高而已 你看到巴力神像是看了金上去的 這是加南地,在巴斯蘭地 是很重要的一個神明 因為巴力神就是雷電風雨神明 巴力是帶來雨水的 所以你看到巴力神像 他兩隻手拿著的東西已經不見了 右手在巴力神畫或圖像等 他拿著什麼呢?就是拿著雷電 拿著一隻一把刀,但一把曲的刀 那把刀代表是雷電 即是他伸手,舉起右手 他能夠將雷電打下來 有雷電就會有雨水 所以巴力是風雨神 你看到下面是怎樣? 這個出土的巴力像 腳下面有一個釘的地方 釘著他,讓他不會動 這就是以坐下所說的 那些假神 他們為何會去拜祂? 為何會以祂為我們安身立命之道? 根本沒有可能 因為他們自己也站不穩 是人使他們站不穩 另外一些由大處長 Judean Pillar Figuring 這些是一些女神 生育的神 學者都在猜測 到底他本身的功能是什麼 很小,幾寸幾寸高 一個用泥或雅來做的 一些假神的偶像 這些偶像可能是亞瑟拉 可能是婦女生育的時候 有些辟邪的偶像等等 可能有不同的功用 怎樣都好 這裡想告訴你 做法也是要讓他站得穩 所以叫做Pillar Figuring 叫做柱狀偶像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偶像 在以色列的地方 在猶大國的地方 找到很多 在秘魯之前 猶太人、猶大國、亡國之前 在耶路撒冷 特別多在耶路撒冷 幾百個在耶路撒冷 不同家居的地方找到 可以看到那些人 去拜這些假神 依靠一些虛妄的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 舊約的先知 去斥責以色列人去背道 去敬拜這些假神 巴勒或亞瑟拉等等 就不去敬拜耶穫華 次生育的是誰? 是耶穫華 創天造地的主 不是這樣的偶像 但你見到這些偶像的做法 就像以色列所說的 不動搖 為什麼? 因為人做了些事情 使它不動搖 這裡有另外一些 也是加藍地出土的偶像 這裡讓我們看到一個模型 讓它大量去生產 人們去買這些偶像 去拜也好 或者拿著祈禱也好 詩篇125篇就是 去到說 真正不倒的東西是什麼? 依靠耶穫華的人 是永不動搖 永久可以是長居的 為什麼? 因為好像種山去到環繞耶穌山 好像山光一樣 是永遠都不會動搖 依靠耶穫華的人 就會是這種人 這首詩篇就是挑戰我們 到底我們是不是真心真意去依靠耶穫華 就是用地理的方法 去表述出來 以至我們能夠更加清楚 知道這篇詩篇所說的神話訊息 到底是什麼